夏天到了大家吃东西 好像都会特别小心 一些不干净的不卫生的生鱼片 大家可能都会再多留意一下 尤其是你知道吗 农民leaf一翻开 里头不是会有这个相克食物 说不能一起吃 像是螃蟹跟柿子等等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 那么事实上 很多饮料跟食物 还真的不要搭在一起呢 像是乳酸菌饮料 如果说配香肠一起吃下去的话 真的在肚子里头 它会产生亚硝酸胺 这吃多了真的会致癌 但是有一些消息 大家就觉得满头问号了 像是画面当中就有三个问号 像是网路上常常会说 火龙果加牛奶 这一起吃会不会产生落蛋白 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 但营养师也说 其实不会啦 不用担心 火龙果有丰富的维他命C 还有奇异果 跟牛奶一起打成果汁 不会导致消化不良的情况 大家可以安啦 另外有人说小黄瓜跟花生 好像不能一起吃 容易会拉肚子 这个倒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黄瓜比较寒 那么花生油脂比较多 两种东西配在一起 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 还真的比较容易腹泻 这两种东西不要一起吃 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疑问 想要来请教营养师 谢宜芳来为我们解密 营养师您好 其实网路上都有很多谣言 大家听了也不晓得真的假的 尤其是在早餐店 我们常常会点鸡蛋 加热狗一起吃 但是热狗里面又有亚硝酸盐 听说会致癌 但早餐地又推出这样的组合 到底早餐这样吃 有没有问题呢 先断掉 好 其实除了说火腿 香肠 还有亚硝酸盐之外 有一些蔬菜里面 其实它们本身也就含有这个成分 像是大家说菠菜不能配豆腐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只是网路谣言呢 请营养师来为大家解答 菠菜为什么不能配豆腐 因为菠菜里面含草酸比较多 他们认为因为豆腐里面有钙质 草酸跟钙会结合在一起 会引起结石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不过菠菜呢 现在比较新的说法 因为它的确是含草酸比较多 所以如果我们要吃菠菜的话 建议大家先汆烫 把它草酸去掉之后呢 再跟豆腐在一起 就不用担心了 那我们还是建议 因为草酸多 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说 不见得是件好事 所以稍微汆烫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小Pepo就是说 这个菠菜要先烫过 那么另外想请问 很多家庭主妇大家都想说 我自己煮就是想吃得比较健康 如何避免亚酵胺的产生 很多人喜欢吃这腌制类的食物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是说有什么食物 在我们吃完之后 可以帮忙抑制亚酵胺的产生 我这边稍微有个图 可是大家看不是很清楚 他这边告诉我们 其实饮食当中的硝酸盐 事实上大部分 会经过我们尿液排出来 那只是有一部分 会变成从我们唾液里面 会人体吸收带只有25% 而且会在唾液里面 其实唾液里面还有很多亚酵胺 那亚酵酸盐 但是我们怎么样减少呢 其实有几个方式 就是说 在如果说我们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蔬菜跟水果的时候 那这些亚酵酸盐 甚至硝酸盐或是亚酵酸盐 它本身反而会形成一些 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氧化氮 只有在我们缺乏蔬菜水果的时候 它才会形成亚酸胺 如果我们喜欢吃这些的话 我们平常多吃蔬菜水果 其实不用担心 它反而会代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些 所谓的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的话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今天非常感谢营养师谢宜芳 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点 蔬菜水果要多吃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上我们节目